日前在新一乡农富坪地区发生火警 造成民众财损 房屋也被烧毁 对此先议员王秋淑了解过后 特别与台北的扇薪人士搭上线 并带来物资以及未住金 来协助受灾户 在新一乡那个快幕 像前几天有发生火警 有五户民宅 烧得非常严重 所以他们目前生活居住有困难 所以我们有台北一些扇薪人士 他们一听到秋淑在叙述之后 他们今天特别从台北 在一些物资 还有一些未问金 来给这些受灾户 希望在这段期间 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这样子非常感谢 这些扇薪人士的大姐他们 谢谢他们 扇薪人士也指出 在王议员通知后 特别与同号共同集资 购买物资以及一些名声用品 带给受灾户 希望一点小心翼能够帮助到他们 谢谢那个王秋淑议员 他通知我们这个受灾户 那我们在新庄有一些好姐妹 就想说趁今天 然后跟王议员约好一起过来 这样 因为我们的物资有一些干粮 米粉罐头 面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慰问金 一点心意这样子 王议员也表示 除了扇薪人士协助外 县府社会处也有给予帮助 并针对未来重建的部分 也会来帮忙协调 有跟那个社会处的处长讲 所以处长也很关心 我们这些地区的这些受灾户 他也会跟我们嘉义的一些 上行人士 要请他们协助说 我们这个受灾户的这个地方 能够是不是可以原地重建 他们的家园 让他们有一个居住的地点 我们社会局也有 针对他们这次的受灾 也会补助一个人两万块 让他们在这个急需的地方 可以用的帮助他们 一场无情的大火将家园烧毁 虽然造成财损 但所幸无人伤亡 王议员也表示 后续问题将会与县府来协助帮忙 早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邱平易新一采访报导 这么已是 知道 Stone 我跟你们 我们 有线